而周波假期还有80家人气摊车聚集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从异国美食到本地特色小吃通通都吃得到 还有连续三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也现身快闪市集 青年局长张一礼到场参与 还有市长陈其曼也亲自到现场体验摊位的首座 五花肉啊 香菇啊 很香耶 香喷喷 油亮亮的油饭看得简直令人口水直流 用料还相当实在 高市长陈其曼亲自到场化身厨师体验摊位首座 甚至联米其林必比登推荐餐厅也到场快闪 全台首创限定推出新口味 尝一口果然好滋味 这新组合也成为全场亮点 一推出就超级夯 高雄城市雨浪超狂市集 9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登场 全台80家人气摊车起去高熟 从一国美食到本地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现场也展开市集与摊车竞赛 我们首次邀请到我们的牛老大蒜牛肉 在高雄非常知名的必比登推荐的这个餐厅 那今天市长吃完了 也都觉得这样子的搭配非常非常的好 希望说能够在我们青年发挥他们创意想象力 创业的时候还给予他们最大的一个协助 去年市集竞赛冠军 还有以高雄海洋为灵感特色品牌 都推出新口味 还有乐团接力表演 也让民众前来吃美食吹海风 享受 切一周末 记者告诉我们这么大